冷空氣接力報導 在昨天晚間 和歡山氣溫接近零度 水氣充足 山上已經下起了冰線 還伴隨片片雪花 正是和歡山今年的第一場雪 讓民眾又驚又喜 由於路邊有結冰的情形 風路總局也宣布 台14甲線部分路段 車輛都必須要加劃 雪鏈才能通行 另外玉山也是在7號晚間 再降雪 目前的金雪大約有2公分左右 排雲山莊也下雪了 變成一片銀白世界 山友扶著繩索 在雪地裡小心行走 緩慢下山 只見整片山頭都被染白 玉山北風7號晚間再降銳雪 直到8號上午 積雪達2到3公分 連排雲山莊也下雪了 山巒被厚厚白雪覆蓋 成了銀白世界 現在我們下山了 宛如北國場景的 海友和歡山 一早停車場覆蓋一層白雪 讓遊客又驚又喜 但也煩惱該如何下山 這時公屋段出動殘雪車 清理路面積雪 如果你要下到那個 水晶宮那邊的話 速度要慢一點 冷空氣接力報導 7號晚間 和歡山氣溫接近零度 加上水氣充足 山上下起冰線夾雜片片雪花 也算是和歡山今年的第一場雪 讓少數留在山上等水的民眾超開心 也有人想連夜開車上山衝一波 但由於道路結冰公路總局針對台十四甲線部分路段 現加掛雪鏈車輛通行 因為結冰未容 今天七點開始 在台十四甲線二十九公里處 昆陽停車場設置交通管制站 現加掛雪鏈才能通行 目前和歡山地區已停止下雪 但是停車位也隱瞞載不服使用 下坡水氣預計下週報道 高山地區還有機會再降雪 提醒民眾上山等雪前 除了被拖雪鏈等雪地裝備 也要注意保暖 介紹長的報導 最近的氣溫明顯下滑 也進入到晴流感的盛行期 陽機大線彰化線 從今年1月3號爆出今年首播疫情 短短5天之內 傳出已經有三處的養肌常染疫 更連續撲殺大約有12萬隻的小雞 就怕影響到未來雞蛋的價格 彰化線現在又在富養 大約一千多萬隻雞 目前雞蛋的數量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雞脂飼飼料上漲 導致現在雞蛋批發價 從每台金42元已經漲到了44元 看位前擺出一籃又一籃雞蛋 消費者緊挑細選 不過也發現雞蛋價格悄悄上漲 那一兩塊 那一兩塊 儘管漲價但雞蛋又是名聲必需品 還是得買 從跨年之後天氣氣溫明顯下降 影響雞蛋生產量 而且禽流感又開始順行 進出養肌廠的車輛進行消毒 不過7後昭化方苑鄉一處養肌廠 確認染疫撲殺約7萬多隻雞 而昭化線從這個月3號開始 短短5天之內就傳出 三處養肌廠感染禽流感 陸續有總共將近12萬隻彈雞遭到撲殺 本線彈雞的載氧數是 1,997萬隻 所以大概撲殺的指數佔 百分之0.35% 所以不會影響這個彈價的情形 也不會影響彈的產量 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最主要影響來是飼料成本 天氣不穩定好不好飼養 飼料成本已經多了差不多4成多 儘管撲殺的機制數量不影響 但光是飼料成本就上漲約4成多 也讓雞蛋的批發價 從美台金原本42元漲到44元 農委會也祭出措施 包含協調雞蛋供應端 加強機農做好保暖安全等工作 渴望在農曆春節之前讓彈價回問 接著帶入冒裝話採訪報導 台中東市區清晨5點12分 發生規模4.5地震 各地最大震度為您整理 苗栗有4級 台中 彰化 南投3級 因此不少民眾都在清晨被震醒 在臉書上報平安 還有網友說 有先地名之後上下震 接著要進一步搖晃 以為又重演了921大地震 還好這次的地震沒有傳出任何災情 只有台鐵香山到社頭 竹南到彰化 南下北上的列車 預防性降速有霧點的情況 在上午7點已經恢復正常 凌晨天還沒亮 景區內監視器突然微微上下晃動 武林農場國民賓館大廳也突然一晃 員工看了一眼繼續低頭辦公 地震發生在清晨5點12分 震樣在台中東市瑞士規模4.5 地震深度32.9公里 屬於淺塵地震 最大震度在苗栗四級 台中彰化南投三級 雲林花蓮嘉義也有兩級 突然間搖了兩大下嚇到 然後想說如果再搖要不要衝過去 看小孩怎樣 這邊都沒有什麼搖動 上一次的還比較嚴重 頭還有一點暈 那時候有地震 沒感覺 就是在睡覺沒有沒有怎樣的情況 地震發生時垂直震動 絕大部分民眾都在睡夢中幾乎無感 但也有不少民眾驚醒 向往報平安 整個從床上跳起來 台中像突然被撞到一樣 地震前有地名 還以為是921重現 凌晨地震震了好大一下 台的列車 翔山到射頭 竹南到彰化 南下北上列車 預防性減速有污點情形 在上午7點已恢復正常 雖然地震晃動大 但所幸時間不長 沒有傳出任何災情 接著節目上王一章 台中操不動 滿心期待的旅遊 沒想到被迫泡湯 台中一名蔡小姐 她是規劃元旦假期 全家要到和歡山玩 也擔心現場的公路狹窄 難會車 基於安全考量 他們花了7000元 找了專業的司機包車一日遊 但到了當天 司機完全沒出現 打電話一問 才知道她還在睡覺 沒想到司機還說 她有請其他朋友去載她 那現在也沒車了 讓蔡小姐一家人非常傻眼 無奈旅程只能被迫取消 對此消費糾紛 律師強調 口頭約定 其實就已經算是契約成立 蔡小姐可以向司機求償 整座山頭被白雪覆蓋 停車場擠得滿滿滿 每逢雪季假日 南投和歡山 總是吸引許多遊客上山追雪 不過有民眾還沒玩到 先被惹出一肚子氣 包車的司機上和歡山 五點從台中整理好 出發去到那六點四十 一直等等到七點二十 都沒有人 來自台中的這名蔡小姐 一家四口運門規劃圓 但假期到和歡山遊玩 擔心和歡山公路傻窄 難會車 基於安全考量 她透過南投地方社團 找到一名十姓司機 包車一日遊 九人坐一天要價七千元 聽到司機對開山路很有自信 一口答應 但當天卻被放鴿子 打電話才發現司機還在睡 打電話給她 她小孩接著 小孩說爸爸還在睡覺 她說 不好意思 我有請朋友過去載你們 她沒跟你聯絡嗎 我說什麼朋友 她說 那抱歉 可能她沒跟你聯絡 我說那你現在人方便過來嗎 不行啊 我沒車 我覺得她沒有水準 她沒職業道德 對此 實信司機沒有多做回應 而律師則常調 口頭約定就算契約成立 即使蔡小姐只有時間上的浪費 也可以主張司機契約不旅行 請求損害賠償 滿心期待的旅行 被迫泡湯 真的讓人欲哭無淚 接著我男的報導